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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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又到了胖嗎? 黑白酷的時間了 好久不見了大家 對啊 粉絲 Fancy 我跟你說 市面上的話常常在賣炸排骨 我想一想我們一般的居家 料理也常常會想要吃到這個炸排骨 今天呢我特地教了大家 做一道炸排骨的料理 很簡單很簡單 這是排骨切好現成的 不要太厚 因為我們炸的時候比較容易熟成 這是我買的排骨 還有呢 我們現在介紹的調味料只有這個味醂 味醂它可以代替味精跟糖的意思 還有醬油 我不是業配 我沒有要特地為什麼廠商介紹 還沒有有名大家被業配啦 拜託 這個如果找上我的話 它是長眼睛好不好 沒打理 對 狂妄之餘 說真的啦 這是多年煮東西的心得 四季醬油的話 我是覺得它的顏色 還有它的鹹度是蠻剛好的 這個在我之前的滷味裡面 也都有講過 四季醬油壓竟然有高號 炸粉的話 你外面買它會寫說炸豬排炸雞排 這個炸排粉都可以 讓那個豬排吃起來的口感會更好 這樣簡不簡單 太簡單了吧大家 把這個豬排放進一個容器裡面 最好是當天買回來比較新鮮 然後呢味醂低一些 不用太多 味醂低一些 然後醬油的話 也是一樣 看你的肉 肉的數量 就是大概 也是用一些 然後呢也不用太多 這樣抓一抓抓一抓之後 讓它的肉 都浸泡在 在這個醬汁裡面 加好之後呢 我們就這樣均勻的 把它抓一抓抓一抓 讓它均勻都有 都有醬色 都有鹹度 你這樣子看有沒有 我醬油的量 是不是沒有很多 沒有說很多水分溢出來 醬油很少 沒有吧 醬子醃製之後呢 我們不用 不用 再等候什麼時間 馬上 就可以 炸了 而且我也不建議 放置太久 因為放置太久的時候 它的鹹度 越是把它滲透進去 到時候你的肉的話 可能會比較止鹹 最好是一次性的 不要再 再把它倒回去這樣子 大概就是 我們的 肉量有多少分 大概有多少 這個粉 就這樣子 然後這個夾子 可以 這樣子 正反面 正反面 都把它沾上了 這樣子 那你為什麼不用煮 媽,你為什麼不用煮 我本來就沒用手啊 什麼時候那麼會煮 本來就是啊 這個好 好了 进行炸猪排的动作 一样用平底锅 然后油要稍微多一点 因为是炸不是煎 稍微多一点 它有点清炎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放下去 让它整个肉片都平放 火是什么火 我现在其实是要中小火 中小火 刚开始的时候油温要让它大火 现在的话就中小火 所以它那个油要腌过肉 也不一定全部腌 因为等下我们会翻面啊 不建议多次使用 所以我们就不用太多油 我们都会浪费 然后呢 看看觉得第一片的话 快手整我们就把它翻面 翻面 要怎么看一块手 看旁边那个焦度的颜色 炸的东西的话都是要很仔细 要很仔细的再看它的火候 就是不能太焦也不能不熟 然后把它夹起来 来 尽开看看 先剪开 来看看 它也比较容易熟 好了 这一片是不是可以翻面的 我们的炉火通常是集中在中间 所以我们这个食材也可以给它换位置 可以给它换位置 你看看这样子的颜色 这样猪排的颜色是不是很好看 没有很黑 然后我们这样剪开之后呢 也可以看到肉的熟程度 我猪排的话我比较不建议买厚的 我们可以买薄一点的 请那个店家猪肉汤给你切薄一点 这样子就熟了 我这个猪排 我没有用拍打的动作 我们买猪排的话 就是旁边要有带点骨头 那个部位都是比较嫩的 所以我就没有做拍打的一个动作 现在我们已经炸了五六片了 然后这时候油温会很高 我会再把它更关小火一点 除了它现在里面的油温是很高很高的 是有人说越后面的猪排 它就越容易就焦掉了 所以我就是把火关在小一点 要把它剪开 像是外面剪鸡蛋要把它剪开 确认一下它是越严重的 好了 完成了喔 好了 到了四次的时间 嗯 香喷喷 各位粉丝 这样子一路看我做下来是不是很简单 不喜欢动头脑的人 只要准备一个酱油 清酱油 一个味淋 然后腌制 还有一个粉 马上就可以炸出香喷喷 可口美味的猪排 好 你看看喔 这个猪排这样子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刚才的剪痕 然后一般来讲 我们猪排里面都会带一些骨头 如果说家里有小朋友 不要吃骨头 懒得吃到骨头的话 把骨头部分 跟肉部分把它分开分开 然后骨头部分就是家人吃 然后这个完全是纯肉的部分 在炸东西的时候 在夹东西的时候 我手上的这一支夹子 你说要业配夹子 也是 不是业配 这些菜籍要买 我蛮推荐这种 这样子的夹子喔 不是一般纯铁夹子 你看看 它这个松紧度没有很松 我们在夹东西的时候 可以应用自如 不会说太松了夹不住 这样夹起来有没有 是不是很容易的夹起来 又很容易的放下 各位粉丝 如果你们到卖场或是到哪里市场逛的时候 有看到这种夹子 你们可以多买几支起来 这不贵 一支大概30至50之间 非常贵 刚才我把粉 倒在盘子里面 慢慢的裹上去 粉的厚度 没有像外面卖鸡排的厚度这么厚 外面的鸡排如果炸好的时候 感觉我们是在吃一层脆皮的粉一样 这个不会 我比较强调就是说我们猪排 没有很厚 没有很厚的时候它很容易就熟成 所以我们的炉火一定要很小心 一定不要大火 剩最后两三片的时候 甚至于要小小火 味道很快 这样子 吃起来 口感是不是 不会说 吃下去是口油 不会吧 可是这样有比例 应该还是拿捏的 有些人腌的时候会太甜 看你的肉量 然后它刚好浸泡腌制 你看看 我是强调腌制之后 是不是没有多余的酱油 在旁边 我没有加盐 完全是酱油的咸度 好了 喜欢这支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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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在下面 筷子都跳下去了啦 讲错了啦 那你在讲什么啦 喜欢这支影片要干嘛 喜欢这支影片 请在下面按赞跟分享哦 要订阅啊 要订阅 按赞跟分享哦 那我们下次见咯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